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郭亚慧 欢迎收看台湾亮起来 人生路可以有很多不同选择 您敢不敢跟别人不一样呢 今天的人生玩很大 首先要带大家来看看 台北这一家老字号的面包店 在早期 她是美军顾问团的供应商 靠着香浓可口的大蒜法国面包 在台湾闯出名号来 而这位第三代的美女掌门人 尹玉仙过去是成衣公司的产品经理 1995年 她从美国回台湾接掌家族事业 经历一连串的挫折与失败 靠着对每一项原物料的把关 最后让业绩不断翻倍成长 带您来看这个号称 玄台最热卖的大蒜法国面包 每天销售5000条的命令 刚出炉的法国面包 抹上香浓奶油大蒜酱 一口咬下 大蒜香奶油浓 不管是大人小孩都难以抵挡 就是它奶油很丰富 然后那个大蒜的味道配奶油 真的很好吃 因为好吃要吃多年 吃多久 大概超过20年了吧 好像特别的香 但是又不会觉得特别的油 所以吃起来感觉到口感 好像就是特别 外皮酥脆 内馅松软 令许多老台北面念不忘 这里的大蒜发包 是团购的热门商品 每天销售近5000条 号称是全台湾最热卖的大蒜面包 刚出炉的发包 酥脆表皮 因为接触冷空气降温均烈 而滋滋作响 也因此有了 法国面包会唱歌 这样的说法 其实做发包最重要的就是 刚进炉的时候 要喷那个蒸汽 它的表皮才会 你结那个壳 我父亲跟我讲说 以前他们在 在大陆的时候有看过师傅 他们其实是用嘴巴喷的蒸汽 那那个蒸汽喷出来是 很均匀的 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喷枪啊 什么的 所以当然现在这种 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就是师傅的一些 一些手艺啊 和一些传承都是 都是真正是法国人 传承的一些做法 然后传承来给我们的 经营一夹子的老字号面包店 前身是在上海法租界的百货公司 1949年 随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 落脚在台北火车站 50年代初期 他们靠大蒜发包闯出名号 全盛时期 北部多达20多间分店 因为发包品质优异 而成为美军顾问团的主要供应商 早期面包店也不多 那大部分的面包店的卫生条件都不是很好 那军官他们要吃的东西 都一定要经过很严格的检验 和一些查 审查 它才会让你变成供应商 那我们那时候是唯一的 A级的工艺商 这个它打到满筋 它的筋度要薄 对 然后每打到一半之后 会让它逆转 你总是让它那个筋度会比较 比较容易出来 像我们这个面团打到这种 打到这种筋度 它可以撕成一片很薄的一根薄膜 半透明的薄膜 半透明的面团筋度十足 发酵半小时后 经由机器分割 再由师傅称重滚圆 进行第二次发酵 接着就能整形 然后我们这个一条 我们都是赶在36公分 外边的做法通常都是 只发酵一次 然后就做整形 整形之后会再做 最后的一个发酵 发酵完成之后才会烤 那我们就会等于有 三次的发酵 高规格的三次发酵 让真正熟成的面团 烤出外脆 内松软的口感 但70年代 因为金钱控管出现问题 面包店陆续收摊 第三代的影日仙 1987年从美国回到台湾 试图接掌家族事业 却碰了一鼻子灰 因为我离开台湾太久了 在国外二十几年 然后对文化上 是有一点距离 然后语言上沟通 那时候国语真的烂到不能再乱 语言上也有一点隔阂 那我对产品除了吃以外 我就跟一般消费品一样 我根本不了解 当你是完全不了解的时候 你是会被人家看不起的 后来他远赴欧洲念了硕士 又到美国进修首座课程 研究烘焙理论 1995年 32岁的他正式回台接放 历经几番战斗 在跌跌撞撞中学习成长 后来他靠着对每一个流程细节 与原物料的把关 才让业绩不断翻倍成长 那大蒜也是啊 早期我们就直接在菜场买大蒜 然后就是他会固定送来 就发现怎么搞的 就是有的时候会不稳定 因为有的时候客人说 可能稍微好像不香 或者今天会特别辣 台湾的蒜头跟进口的蒜头 差别很大 台湾的蒜头它颗粒比较小 而且它辣度够很香 进口的话就是 可能就比较没什么味道 用高出行情的成本 与鱼林小红契作 具有生产努力的在地蒜头 每天新鲜线打 让奶油酱里面包有完整的颗粒感 香农独特的蒜酱 是大蒜八包的灵魂 这个都新鲜的大蒜 我们打成米 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整包加进去 刚开始八包 没有做那么多的时候 它大蒜我们是拿那个 家用的那种 你知道可以去夹的 我们夹到师傅的手都抽筋 你因为那个量很少啊 所以它就整天就两个人 就一直这样这样 有了好的原料 再整天自动化设备 改善生产流程 搭配上师傅的老到经验 让自家的大蒜发包 可以历久不衰 所以当你把这个感情 付出去的时候 每一个产品你调整过的 每一个包装你去设计的 然后每一个SOP 每一个设备你去买的 然后每一个人 你去影响过的 都变成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他的努力坚持下 如今面包老店 每年业绩轻松冲破好几个亿 而每到中秋节 他总会想起民众大牌成龙 只为了吃一颗 翻毛月饼的景象 因为那个翻毛月饼 它是很脆弱的 他用手去拿的时候 一碰它就碎掉了 那碎掉的话就 立刻就回拉 属于北方口味的翻毛月饼 相传是一个黄氏吃的点心 因为层层外皮 有如片片羽毛 而被称为翻毛 我十几岁都到现在 我已经四十几岁了 我蛮难学 我们全老师物很凶 他是北方人 口音很重又很凶 那你觉得是做不好 会被骂 以前会喔 会被发散喔 会发散 对啊 要反省 随着老师傅的凋零 会做的人越来越少 最废工的外皮 混合了中筋面粉 糖粉和猪油 做工反复 全都靠师傅的一双手 来回揉出筋度 才能完成 那水要慢慢加 不然它 它的那个粘稠度会出不来 如果您加太快的话 它可能 它的外皮可能会 就会烂烂的 它是油皮油酥包起来的时候 那皮和酥这样子 就已经有三层 一二和三 然后它再把它压起来的时候 它一卷上来 那就又有五六 卷出来的话 大概有六层左右 那六三就十八层 那十八层以后 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它再卷下来的时候 我们刚刚有看到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十八层以后 再加上六层 所以那个层数是很多的 所以大概三十几层 是很容易 一层一层堆叠的外皮 是今年累月的手劲拿捏 最后包入口感 丰富扎实的五人类馅 烘烤后就可以出炉 讲究纯手工 用料实在 镇东的北方口味 还有这一款外皮 加了麻油提味的提姜月饼 提姜是 也是北方月饼之一 它是山东月饼 那它的特色就是 它广式月饼就比较厚 大概这么大 那提姜是比较 北方人嘛 比较大一点 烤出炉的提姜月饼 外皮就跟北方人一样干脆 入口麻油香挥之不去 镇东的北方月饼 做工技法激进失传 面包老店第三代接手 不断创新 引进果味新口味的同时 也没忘了留住传统 我觉得这是文化的一个传承 我觉得有些东西 不会是因为 可能现在年轻人比较不认识 或者吃的比较少 我觉得真的会欣赏它 或者想去了解文化的一些人 它会去吃 所以我们家的三毛和提姜 现在已经反攻大陆 这几年都一直有外销到北京 六十年的老滋味 如今在月圆人团圆时 没有缺席 从传统的北方月饼 到洋味十足的大蒜发包 第三代引玉仙 擦亮半世纪的老招牌 也继续守住令人怀念的味道 料理真的是一个家族 最棒的回忆跟传承 除了守住老味道之外 继续还要带大家来认识这一位 他让道女不一样 美男族年轻人 小学毕业后 是跟着爸妈离开路也 他到北部来求学 毕业后担任咖啡业务经理 跟策展的工作 但忙碌的生活 常常让他厌世 直到有一天回到台东 意外发现了 纯不舔眼的生活节奏 就像是回到小时候一样 于是他放下一切 决定回到老家 骑单车卖手冲咖啡 至于为什么又进一步研发出 有机池上米来做米vago呢 其实是为了让下一代 拥有快乐的童年 吃着自己流汗种出来的米 所做成的米vago 这滋味总是特别香甜 看来到草笼拔吗 你知道什么是草吗 这个是不是草 这不是草 这个是米 吃的米不是草 这个才是草 头戴斗笠化身小门夫 池上田野边 在地人阿阳 带着从台北来的小女孩豆豆 体验拔草乐趣 不要害怕 走下 好 光着脚踩进泥巴 第一次的夏天初体验 既害怕又兴奋 好 对啊你刺啊 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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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拔着 这是什么 这个是米还是草 草 对那米在哪里 大太阳下会看浓雾 不忘分享田间的生活智慧 阿阳想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旅客 都能从中体会 灵探足迹的食物旅程 这是你们的早餐约会 我是介绍的 让小朋友能吃到 他真正在这片土地所生长过 所生长出来的产品 把它做成的食物 让他吃到这样 跟尽管让爸爸妈妈这样 他们其实他们这样的回忆 我们是在制造这种 让他们小孩子在这种田里面 很自然的回忆 你有吃过这里的米吗 对啊 那叔叔用米做成的面包 叫bagel 轻松歉意的田边下午茶 吃的是这片田 所种出的池上有机米 做成的米bagel 米奶酪 和风味十足的各式纯米浆 只是没想到池上的风景迷人 池上的土还会连人 想要让女儿更快乐地长大 想要这边竹竹 一方面也是想说 想要找一个比较漂亮的环境 让我台北的朋友们 也先来找我 你们班几个人 以前度过 十四个怎么考虑十四年 人家多好啊 阿阳也曾经是个旅人 身为被难逐的他 远离家乡打拼 乡野间的纯净直浦 让他想起快乐的童年生活 现在台湾的那种 整个那个工作啊 会让你越做越厌世 就是我们人 一天不过二十四个小时 可是我们在北部的话 我们把交通时间 寒进去的话 我们一天至少 会有十到十二个小时 在工作上 但是你再算的话 你真正如果要睡足 八个小时的话 你只有你有二十个小时 是花在睡觉跟在工作上 你给自己的时间 只有四个小时 原本在北部 从事咖啡业务 策展工作 2013年底 他回到台东 用五千元 买了二手脚踏车 与磨豆机 在池上卖起咖啡 为了让旅客 深度体验脚下的土地 他研发米Bagel 并与在地店家 串成一个具有 池上特色的体验行程 刚刚我们在那个田里面玩的 就体验的那个米 他把它变成 就是这一起的米 我把米用好 把它煮成了白饭 刚刚一直打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已经 超像粉状了 就是这样一直 一直这样把它抹 把亲手耕种的油机米 混合面粉 制作成面团发酵后 米的韧性带来味觉惊喜 也串起了人与土地的连结 它是很好 给人家带出去食用的那个食物 我可以直接 就比如说我今天去 有些要当早餐 今天带走 他就可以去跟朋友分享 而且很容易 很适合带到田里面 就是边坐完边吃边聊天 深耕土地找回生活 共享不断长大 2015年 家乡在台南的家珍 从游客变成了老板娘 两个人梦想加成 一起举办了田间婚礼 我会在池上那边田 带我认识了池上 池上有什么重名 带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带我带我娶到老婆 带我那个成家丽业 我们觉得很棒吗 暖 乖乖的米贝狗 普世无华 蕴含友善土地的理念 好朝阳用淡淡米香 征服旅客依赖 也守护着家乡的黄金道浪 2018 一年亚运顺利落幕了 这个礼拜中华英雄光荣带回 使七面金牌 写下亚运史上的最好成绩 而这一届还有另外一个新纪录 聚焦在雅加达亚运 首度举办的电竞示范赛 当电竞真的变成一种运动 这到底要怎么比 又为什么可以称为运动竞技呢 我们经过申请成为台湾 唯一获准进入电竞会场的电视台 这一回台湾博手总共晋级三项 抱回双赢一投 但过程当中 打亚运还是比起打职业联赛辛苦得多 因为根据规则 比照一般运动员有严格的要紧 所以三餐饮食是不能随意的 而对中华队的选手来说 最大敌人恐怕还是当地网速太慢 手机伺服器全被封锁了 赛前根本没有办法团练 而等到真正上场 像是传说对决 必须一天之内比出胜负来 所以中华队从败不复活 一路打回金牌站 12个小时连续上场6次 连打6场也是过去比较少见的 因为电竞比赛需要的是高度专注力 所以各国的选手都很年轻 他们的年纪介于16到23岁之间 说起台湾电竞族群的分布也一样 近9成是在35岁以下 去年英雄联盟世界大赛 这观众人数很惊人 已经突破一亿了 这数字更是远远把NBA给比了下去 那么这一回借由亚运 已经挤入主流殿堂 到底电竞凸显了什么样的时代意义 带您见证这历史语课 台湾电竞史上第一批国手代表队 出发征战一名亚运 比赛电堂就在亚加达 摆货商场内的运动竞技馆 2018的亚加达亚运首都出现了电竞示范赛 6项比赛当中台湾国手即将参与3项 包括是在26号率先登场的传说对决 紧接着隔天英雄联盟也会有6个国手上场 最后将会是青海争霸 这是单人赛 台湾有一位国手也入选 为了电竞直播考量 选手上场前比一般运动员还多了这一关 先说话再拍档案照 在预赛已分区第一 拿下养育门票的传说对决 有总教练厚厚 邱伯燕领军 你没有追议 Lover 郑明仁 打凯撒路 中路是韦维 黄建伟 大家好 打野 搜了 郑宇翔 还有魔龙修出 宫廷 林俊廷 魔龙辅助 分达 严浩哲 加上弃补的第六人 月神 陈国成 成员来自台湾三大职业战队 打过TOG AIC和AWC世界杯 都有国际打赛经验 过去的竞争关系 这回为了养育要并肩作战 代表国家所以养育比较大 有几个是真的还蛮认真练习的 一天完都完 快二十个小时 我觉得算一算 应该是有快二十个小时 一天啊 嗯 最少十五个小时以上 对啊 他们不会有职业病吗 手腕还是眼睛 手腕有啊 我们队长手腕就有点问题了 你还脑袋有啊 手腕啊 就是 他会酸酸痛痛的 平均年龄才二十岁出头 训练室内笑笑闹闹 除了吃饭以外的时间 只肩全粘在手楼 桌上这十多盒披萨 由大会提供 原来亚运药捡很严格 电竞项目也不例外 这两天会有药捡的吗 就随时都会有啊 随时都会有 就不确定 所以就让他们吃 吃和喝的都是我们提供的 就肯定不会有问题 一般其他如果是 电竞比萨有到这样 还是就亚运比较大 亚运哪会有啊 亚运等级 对 上场前最后确认 选手们焦虑的并不是要减 而是亚运之外的异国突发 现在你想说莫拉可以出 你会让他出莫拉 那我会怎么出 如果他有把握我就给他出 不是啊 就都没有练到嘛 由于印尼网路讯号很卡 比赛前手腕连不上线 选手一批无法统练 这里的网路本来就不是很好 其实各个队伍都是这样的 对啊 就没办法测训 然后因为他们这边有安排一些行程 然后我们也要测试手机啊 或者是我们比赛的时候要选边啊 都要花时间去处理 ID用那个点 PPE用 目前在亚运的主舞台上 可以看见这是台湾婆守 他们要进行传说对局的比赛之前 正在做最后的确认 一方面要看看的是这个灯光 会不会太过刺眼 另外一部分也要确认 稍后要使用的设备 是不是非常的顺手 那么这是在亚运第一次出现 这样的电竞比赛 大家都很好奇规则到底是什么 比赛要怎么进行呢 事实上这是双败淘汰制 那么抽签已经完成了 上半组是香港即将对上辽国 越南则是对上印度 而至于台湾的国手部分 分在下半组 第一个上场会遇上的 僵尸地主国印尼 那么每一次比完之后 都会重新再起排分组 第二轮可能对上泰国或是中国 马上开始这一场的比赛 这里反而是宇翔赛于 直接把林丁给切掉 闪电侠没法不丢 拉扯 骗了一下宇翔 宇翔选择开大决 原地霸体 可是被展三给带走 但是队友冲上来 也补足了这个伤害 现在是一间困灭的兵线进来 那应该是要直接一波 在八分半的时间 可以直接带走 最后凯克路斯算不活 可是兵线轻不完 恭喜中华台北 2比0只是击败了印尼 晋级到了下一轮 好 紧接而来是 精彩可棋的胜德组对决 强强对决的强强 没错 就是由中华台北要对上中国队伍 第二场对一战中国 很可惜不敌对手套路 0比2中华队落入败步 再输一场就出局 电竞比赛的快节奏 更凸显选选手特质 必须高度抗压 也高度专注 休息室内沙盘推演 改变攻守路线战术运用 也调整阵名搭配 第三场对泰国杯水一战 中华台北对上泰国队伍 这边上半部的小兵也进来了 下半部小兵也进来了 三度高地是要拳破了 只剩下一个小柱子 一拳 这一个石兰茲直接不见 太可怕了 这边小兵进来了 恭喜中华台北 成功拿下这场比赛胜利 中华队 像就是他 你是谁粉丝 我是Lava的粉丝 亚运电竞规则 要一天之内定输赢 中华队第四场赢了香港 马不停蹄 第五场再赢越南 败布复活 好不容易打回金牌战 已经是第六度上场 白天打到黑夜 精神体力都是挑战 这个主堡不能掉 这边最后一个 四个人最后分打 想要来清这个兵线 没办法 还是倒下了 没有能够成功 守住自己的主堡 那也恭喜中国队 是赢下了这一次 亚运在传说对决项目的 冠军金牌 最终银牌落袋 为台湾电竞史拼得 第一面亚运奖牌 不甘啊没有拿到金牌 你心里有点不甘心 但他们都很努力了就这样 对啊 其实打得也很幸福 比一天打得更好 对啊对啊对啊 比我们正常的 我们职业在打 职业场上在打的菜式 还要辛苦 都自己实力还不够 因为我们是来自不同队的嘛 我觉得我们可以 就是短时间磨合的那么好 就已经很棒了 虽然没拿到金牌 我觉得有点可惜 对啊 可是让我多了三个兄弟 因为我们四个是不同队的 要哭就没事啦 即使是示范赛 没有国光奖金 选手更在乎那 为国争光的使命 牙运这一仗 登台路每一步 背后有着电竞新世代 想被认可的期待 其实我本来是 没有想要打职业与职赛 因为我是高雄人 然后要打职业的话 就要来台北省 我家人就一直很担心 薪水部分也没有到 很理想 因为那时候有打工 然后还有就打了两分工 其实就比现在的薪水高 蛮多 所以就想了很多 台湾电竞产业不缺人才 但联赛发展与选手薪资 还在起步 2001年台湾电竞小子 曾正成夺下世纪帝国冠军 到2012年台北暗杀星 英雄联盟世界大赛国冠 个人或团体都拿过世界第一 但迟到2017年底 台湾才把它纳入运动产业 比中国足足晚了13年 大家思维认为说 电竞只是小孩子在玩的 他就认为说是 他就不屑 让它变成一个比赛项目 甚至变成运动项目 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协调 非常非常辛苦 十几年来很多人接棒 我觉得就对我们电竞产业来讲 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电竞项目它有一定的公平性 它不是说你付钱就可以变强 大家就是纯靠实力的 纯靠练习的 这些选手每天练12个小时 13个小时 他们真的非常辛苦 也可以看到他们练习的成果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当电竞跨入主流殿堂 也宣告跨入历史新叶 指尖革命进行事 不容不适 五个人排排坐打电竞 过去好难想象 他会变成亚运的一环 但这不单单只是一场比赛 亚运也见证了 电竞新世代的崛起 像是南韩发展的找 就培养出这一位传奇一哥 被封为是英雄联盟之神 在亚运电竞开幕式 他担任掌器官 才22岁 职业年薪 30亿韩元 这数字换算台币将近8000万 如果加上代言与奖金 年收势必破亿了 连选手都变成粉丝厂拍他 一位堪比韩流明星 还更受欢迎 至于极起直追的中国 近两年杂丝源挖人才 也培养出一群 才20岁的电竞新富来 有趣的是 如果从数字来看 真正成长大爆发的市场 其实是在东南亚 尤其印尼街头 不难观察到 大机小巷 正出现了一股电竞效应 之所以跳跃性成长 这背后呢 有着行动装置普及 以及人口大量年轻化的优势 而台湾电竞三雄 也很厉害 硬体三雄 受到了这样的商机进攻 成为这一波 商机中最大受益者 接下来就从亚运比赛场外 进一步认识 这场虚拟游戏的世界竞争 舞台上璀璨新科技 搭配地主国传统文化底蕴 为2018亚运电竞各国代表 进场宣誓 揭开许目 台湾有闪电狼的蛇蛇 胡硕杰担任掌棋手 亚洲星星 旗帜舞台 其中又属他 身下最精彩 南韩掌棋手 Fanker 李湘赫 被封为英雄联盟之神 22岁年收已经获益 写下电竞传奇 Fanker 有多红 在南韩堪比韩流大明星 机场粉丝错有示爱 还跨足职棒上场开球 他在韩国最高的资计游戏 他赚了超约30万亿 Fanker 我认为 他最高的资计游戏 在资计游戏里面 有很多资计游戏 在其他资计游戏里面 也认为资计游戏 他们想跟资计游戏 走到哪儿都有粉丝记者抢拍 白金秀气 表情还有点羞涩 Baker的举起 影响南韩兴世代田志愿 定进选手排名赢过科学家 不止中国好几次跨海抢人 场上也向中他两度来台代言 中目是LOL的 所以台湾在台湾 比资游戏的 LOL球员都知道 我已经有几次去台湾 我已经有几次去台湾 但是台湾也有很多 台湾也有几次去台湾 所以台湾每天都可以去台湾 所以台湾每天都可以去台湾 都可以去台湾 我希望台湾每天都可以去台湾 然后以下 以下的资计游戏会更加大 但是 我以下的资计游戏 我会看到更加好的 我会看到更加好的 不让南韩专美余钱 便进行信息经历 中国紧追在后 台湾有打资计游戏 没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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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解释了 就力了 再不会打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可以提供你这个版本的思路 你是下个版本 下个版本 下个版本我会懂一点点 好 像是队长23岁老帅张米辰 今年转退 几乎千万身价也快 大脚哥最受 去吧 比赛场外行星相席 新世代吸气力超乎想象 美国 南韩 中国奔战前三名 当英雄联盟去年世界大赛 观众突破一亿 而且都是年轻眼球 下个电竞强国在哪里 今年成长最快的地方 其实在东南亚 亚运场外 街头直击 移动游戏 深入印尼生活 如果还在试试 跟朋友们 可以玩继续 直到聊天 可以5-8分钟 23岁的女孩 受访全程 都没有放下手机 印尼人口2亿5000万 是全球排名第四大国 去年底 玩家已经突破5000万 深入大街小巷 第一个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二个 第二个 18岁的Andry 身处电竞馆 就位在雅加达 最大的运动馆内 年轻人休假 在这里聚会 也是印尼版 流星花园取景地 35岁老板 本身就爱电竞 一天花 两小时打部落冲突 还积极筹组 专属电竞队 现在是一个游戏 对吗 在未来 我们也会成为 Digital Sport Digital Sport AR 和Virtual 所以你想想 这个地方 是1.2 hectare 如果你能玩 平常的 和Digital 这里 值得注意的是 电竞馆所有设备 都是MIT 原来 台湾硬体三雄 都向重东南亚 这块电竞大饼 积极抢劲合作 东南亚的电竞市场 近两年 发展得非常快速 台湾硬体厂商 也锁定这里 布局很积极 我们今天所来到的地点 这里是华硕 在印尼亚加达 所开的第一家电竞馆 同时可以有80个人 线上对决 在场馆的两旁 还有好几间 像这样的独立空间 一到比赛时 它将会变成 所谓的选手屋 小小一家电竞馆 或许已经预言 下一个十年 谁能抓住 电竞世代眼球 谁又抓住 硬体设备商机 正锁入全球娱乐科技 新未来 这是不同世代 有着不同的挑战 与抉择 既是这一位 他的人生同样玩很大 要带您看这一位 是翻转农村的科力志 电机器毕业 没有选择 待遇优渥的工程师行业 他跑到了云林谷坑 种植有机玉米笋 原来说 是因为舍不得 自己的老农 只会傻傻地 种出好东西 而不懂得量产与行销 于是他靠着租来的一分地 开始实验 记录下每一次试种的方法 并且找出标准化流程 成功种出了可以量产的 有机红须玉米色 这也带头来富裕当地的猪肉树蛙 想象过你的人的一生 原来你是可以支持很多的生命去成长的过程 绿油由田野间 紫红色胡须摊出头来 一根根豐盈体态的红须玉米笋 还没收成就已经完销 这个须须如果大开了 大开了表示它成熟了 那你也不能够让须须黑掉或老掉 那就表示这个玉米笋已经过熟 这样 所以基本上只要这个须须出来 大开 那基本上这一根笋子 就是我们今天要采的笋子 趁着一株株玉米碎 大对接力 轮番苦丝 颗粒质得要赶在玉米笋熟透前 手工采收 那我们采的时候都要 这一支要稍微扶着 然后从这个玉米笋的肚子有没有 直接搬下来 然后把这个外叶拿掉 扶着搬下来把外叶拿掉 艳阳下灰太浓雾 这些种植在云林谷坑的玉米笋 不止胡须特别红 花青素含量丰富 而且是有机栽种 这个笋子我们把它剥开 这个须须一般来讲 没有人去算过它有多好根 我问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都不知道 这个株株大概有四百五十根 也就是说 其实你这一根玉米或玉米笋 有几颗米粒 就代表有几只株株 因为它一个米粒就是一个粉房 我们都可以直接生吃 甜到你真的会感觉到很惊讶 研究玉米笋多年 成功种出可以量产的有机农作 改善农民收入 电机系毕业的他 用身体力行翻转农村 我不是念本科系的 我都跟他讲说 我这样念相关科系 因为我是设电机 做油机 别别都有一支机 在我以前念电机 理工的概念是比较逻辑化思考 所以不是像一般的农民操作上 是用情感的 像我刚才说 政策无筛乎 沙肥公罪乎 我常常跟农民讲的是 这种观念是老观念 你管理如果没关系 你就主定一世人乘车 你看那个老农 都是车车都乘阿伯 他没有办法能够规模化的经营 柯立志来自屏东离港 从小家中务农 立志不当农夫 大学时期 他因为参加营队活动 接触土地环保 毕业后没有选择 待遇优惑的工程师行业 而是跑到榆林学校当志工 然后就看周边的这些农民 很努力地想要做有机 保护这个环境跟保护学校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有机 喷农药的话 这个学校第一个受到遭殃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要 帮忙这些农民 所以你知道说我们年轻人 比较容易能够找一些资讯 或者是找一些技术的资料 这样 可是当你找到了很好的东西 你想要去推荐给农民的时候 农民其实是给你打枪的这样 打枪的是因为我太年轻了 所以讲的话根本没有人要相信 大学刚毕业的年轻小伙子 用满枪热情换来挫折连连 最后他只好向台棠做了一番地 捐起袖子脱下皮鞋 脚踏实地下田去 好 那我们设定好它航出去以后 那我们把锡做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这样种植 所以它是要一穴一穴种植 所以其实还蛮费工的 它不像说人家机器跑过去 就把它完成了 有机种植的第一步 首先要找到没有药机处理的种子 它记录下每一次试种的杭朱区 季节气候五十回量 再找出标准化流程 确保未来农民可以种出 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你已经踩下去了以后 你就没有回头路可以选择这样 因为我觉得说 当你踩下去的时候 你看到有机农业更多的瓶颈跟面向以后 你越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越想要解决那个问题 越想要解决那个问题 那你的问题永远都无穷无尽 从一分地的实验 扩大到五分地 又扩大到一甲地 如今它的实验农场高达七甲地 玉米笋还没收成就已经完销 爽脆香甜的秘密 就在这抽花的动作 如果没有把这个公花抽掉的话 基本上它上面的公花的粉 如果掉下来 到这个母花上面 它就进行瘦粉 瘦粉了以后 这个笋子的米粒 就会开始成熟长大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公花抽掉的话 基本上就不让它受粉 所以基本上这个笋子就会比较鲜细 比较细嫩 所以吃起来的口感甜度都会比较好 它就必须要一株一株这样子抽 一株一株这样子抽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说 你回去晚上是手 是拿不下来的 人工抽花无法用机器代劳 但比别人多费一道工 又能换来更好品质 但当它鼓励更多农民一起加入善的循环 却没能来得及挽救自己的家人 在我在帮助农民这个过程当中 我哥哥就得了癌症 那他就是灌起农业 一直做到现在 做了可能有十几年这样 2014年 屏东老家务农的哥哥 已癌过世 悲痛之余 却也更坚定他 推动有机农业的决心 他结合附近农友 将脏乱不堪的西埔地 打造成猪罗树挖的家园 那我们为了要富裕猪罗树 我们还在里面挖了两个生态池 挖了两个生态池 其实第一个是饱水 第二个是我们 你会看到很多的杂草 那事实上是我们 故意不要去去清理它的 那去清理它的时候 是避免干扰它的生活环境 有机的红须玉米笋 支持着土地环境与生态保育 14年来 他四处辅导农民有机种植 为了不让产销失衡 2016年 他成立骨坑有机农业生产合作社 集结众多小农的力量 做进化生产与整合行销 甚至感动大型卖场通路 与他合作 来来来 有机的玉米笋 今天好买的吃 好买的吃 我们希望第一个是 是来自于台湾当地的食物 第二个部分 红须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商品 尤其对女生来讲排水非常好 那怎么样可以减少食物浪费 把最好的营养价值留住 运务区的浪费 就当检查水的浪费 就要种力量 评价有机的农作 让消费者在守护环境的同时 也能涉及安心与健康 可力智带领在地农民加入大型通路 串起一股善的涟漪 在台湾土地上渐渐发酵 把一件事情做好自然会引发共鸣 她的理想正一步一步在实践当中 我们休息一下 在下节节目还有更多聚焦 越南女生团购强买的面膜来自她 这位台湾美妆女王 曾经被柯文哲装上叶克膜 鬼门关前走一遭 欢迎回到台湾亮起来 继续人生玩很大 带您认识这一位称霸东南亚的美妆女王 以珍智 她所生产的MIT面膜 被两位越南网红开直播分享而爆红 其他自己从年轻就是个爱美的人 创业当然也就选自己喜欢的 只是一开始是帮别人做保养品代工 十一年前才有能力改做自由品牌 而求好心切的她 砸重金买回诺贝尔奖技术 没日没夜拼过头 结果得了猛包性肝炎 一度休克甚至引发败血症 甚衰竭 而紧急装赏叶克膜 当时抢救的主治医师 就是现在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断言李甄智 书醒几率只有百分之二十 但他挺过来了 而且只花二十五天就出院回到工作 来看这位均强的女强人 如何与台中创生在地中心 攜手进攻东协市场 marium 我会再要写写写写 越南康美妆一年产值超过二十亿美元 各大品牌强行市场 而最近网红们发烧讨论的品牌是这个 直播上拿出粉餅拍啊拍 接着又拿起面膜 比手画脚 不说你不知道 这个在越南的火热品牌 是道道地地来自台湾 而厂房就在台中 你总 这里就是我们生产线吗 对啊 对啊 这是我们生产线 在这里的话 一天可以做多少款 我们这边一天 产能大概有一万两千平 那一个月的话 有三十万平左右 三十万 生产线全自动化 一个月生产三十万瓶漱口水 全数销往东南亚 台制美妆厂 两年之间成功南向 全市创办人李真志 从三十年前 就开始累积演化基础的成果 这个敷下去 冰冰凉凉的 李真志白手起家 年轻时因为爱美 创业成立省医公司 当时瞄准沙漱市场 医院诊所 全台近五千个店家 都是他的客人 订单接不完 但做的却是代工 就是说我的产品 然后贴上他的牌子 一般民众还是不知道 对 完全不知道 我们就是隐形的一个公司 连品牌卖得那么好 可是人家都不知道 明明事业座很大 在涂漱市场却不好 李真志决定拼了 做技术转型 正被创业品牌 但日夜曹老夏 加上自己压力 她的身体根本不堪不合 在救护车上的时候 我还拉着司机的背 我说你开快一点 你开快一点 我在拉他的背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没有力气了 可是我看到的 我当下我印象中还很深刻 我的手和脚的指甲 全部变黑了 再过来 我就不知道了 拼过头 李真志当时得了梦爆性肝炎 引发败血症 甚衰竭 紧急装上叶克膜 主治医师是当时 在台大医院的柯文哲 断言苏醒的几率只有20% 但他挺过去了 我醒来的时候 医生那个科医师 他还走到我旁边来 他又问我说 你的私房钱放在哪里 我说我干嘛要告诉你 然后他又问第二个问题 100减7是多少 我就想一想 93 他就点一点头 然后就出去了 不被闭魔打倒 李真志仅花25天时间 就出院重回工作岗位 这两年成功打入东协市场 他偷偷透露 其中美感在于包装 譬如缅甸是佛家国家 喜欢绿色系 而越南走的是华丽风 我记得我们有推了一只 黄金的洗脸 那里面放金箔 在那边搭麦 这是在那边 对啊 他们就喜欢啊 很喜欢卖得很好 而能够抓住东南亚国情 其实不单单只靠自己的力量 他这几年跟政府创生在地服务中心合作 南向四处参展 打团体战获得成功 而秘密基地就在这儿 哎呦 体验董这个蛮厉害的 都已经好了啦 是不是 办公室内几乎一个办公桌 就是一间公司 创生在地服务中心执行长张晴鑫解释 这里有点类似新型态的新创中心 整合各家企业资源打团体战 希望藉由在台中市的 比较中大型的这些企业 能够带着这些小的企业 甚至一些新创的团队 能够往它创业的方向走 一场直播大阵仗 打光直播器材一音俱全 这个团队也是创生中心 成员之一的跨境电创 因为听错 直播主是越南人 他向家乡直播推销MIT产品 而这样子的直播主不止一个 其实这些水当当的网红 是在台越南移工 被邀请先来试吃试用 再给意见 替味上市的产品前测 讨论完化上美美的妆 就直接开直播 当初李真志就是跟他们合作 前进东南亚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场域 让移工有机会跟我们在地的厂商 产品的设计 产品的试验 能够结合在一起 将来这就有点像一个新南向加速器 它如果能够把这样的产品 不管是用法或者习惯 带回到它母国 事实上也可以引发一些流行的效应 善用优势发展出新南向模式 政府当领头羊 台湾企业打团体战 在火红的东协市场抢战先机 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您收看 也希望透过台湾亮起来 能够让您感受到一股向上的力量 三地球台湾 我是郭亚慧 我们再会 简单的事情轮不到你来做 那我觉得说 真的要成就一个大的事业 其实说你没有困难 那是骗人的 但是遇到困难 只要我们想办法去解决困难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生命成长的突破 这就是一种生命成长的突破 分散步